六篇園的英文秘籍 英文雜坦 一些有趣的一字多一例子 这是第二部分 你就从第一部分开始看 所以我们第一集呢 第一部分呢 讲了三十个一字多一的例子 都是反差比较大的 我们接着再看呢 因为我在那个 我的一个频道叫做 一字多一篇里面 当然那里面很多了 那我们这边是摘出来 就是比较反差比较大的 大家看起来比较觉得有感觉 哇 怎么一字差那么多 像fire一般是档案 档案 Please use a fire to manage an even spots in my pool Pool Q 那Pool Q什么意思呢 撞球杆 我们这个pool本来是水池 也可以当这个撞球 花式撞球 Q就是球杆 它不用stick 有球杆 请用一个档案 manage 就是想办法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意思 manage 这个uneven就是不平的地方 把我这个球杆上一些不平的地方 想办法把它变平一点 就磨一下 但是你不能用档案 档案怎么 比如档案要么就是 电脑档案吧 就没有形状的 在电脑里面 或者是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档案夹 或者有纸啊 可是它也不能 你要用也用杀纸嘛 错刀 所以fire除了是档案里面 是错刀 错刀 你看意思差很多 inch 般一般是英寸 scale death by inch 就它差点生命 所以它这个意思 就这两个有点接近 它差一寸就死掉 什么意思 什么叫差英寸死掉 就是它差一点点 几乎生命 差一点 我们就说差一点 by inch 差一点 差很少量的inch 差一点点的意思 所以英寸嘛 英寸有时候 英寸2.50公分 也不算短啦 英寸就是一个标准嘛 但是它另外一个 就很少量 一点点 差一点 scale death by inch 不是真的差 一寸就死 而说它差点就 差点生命 这个意思 而Japan 你说是不是 打错字了 你个大姐啊 你这个老刘啊 常常打错字啊 这个很穷啊 常常一看 又错字啊 改啊 这个 很不专业啊 当然不专业啊 就是一个人弄嘛 量又很大 因为我主要是要 把这个量出来 主要是要把知识 传播出来 可是因为一个人嘛 这是难免有错误 那大部分就是 有看到 会改一下 有些没看过啊 就惹笑话 说 这个英文好烂啊 你看这个字 打错都 这个打错啊 不专业啊 然后讲的时候 又没看出来啊 可能真的不会吧 那你就笑一笑 就一个人 这个 有限 可是我坚持 量做的比较大 还好措置 比例也不是太高 一般大写是日本啊 那时候的日本 是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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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的日本啊 大多数的日本啊 都是漆尘黑色 完全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哇 漆漆 漆漆 英格兰 或者英格兰的 或者英文 那小写 大小写的 英格兰呢 就是把球 旋转 打曲球 主要是讲 那个打撞球 下赛 让球旋转 这个小写就是七七 可是它是 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 没有复数 所以它用 单复数同行 Satellite 一般是卫星嘛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 don't have satellite Satellite 就是之前的苏联 现在后来解体嘛 东欧解体 变俄罗斯 以前的这个 前苏联啊 它拥有许多的 卫星 是不是苏联啊 这个要发展 航太科技啊 它拥有很多卫星啊 附庸国 除了是卫星 也就是附庸国 附庸国家 这两个字都同一个字 Score一般是分数嘛 Many popular pop singers Can't read the score 许多呢 有名的啊 这个流行歌手 pop singers 流行歌手 没办法去阅读分数 那你说这个流行歌手 不是 目不四丁啊 文盲啊 也不见得吧 当然有种阅读困难 困难症 像Tom Cruise 有阅读困难 还有这个 有这个 乔静腾 有阅读困难 有的有办法 后来就慢慢克服 有的没办法 就很痛苦啊 就是 就是 这种精神观念症 就是说 脑筋都正常 甚至蛮聪明 可是就是有障碍 所以这个精神观念症 有些有强迫症啊 东西都摆得 有条不紋的啊 有的就是走路啊 一定要靠右边走 靠左边走 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就是一种 神经一种失调 有的人就是 看到字啊 看其他东西 都没问题 平常讲话啦 什么东西 都没问题 就是看似 叫阅读困难症啊 但是 那许多流星歌手 他就不见得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阅谱 score 除了是分数以外 也是阅谱 很多流星歌手 只能看简谱啊 没有办法看那个 五线谱 五线谱就比较难 而且还有各种各种调啊 一下升这个调 降那个调 降A调 升B调 就不好看 那会弹钢琴就没问题啊 因为钢琴 很少人用简谱啊 所以钢琴呢 你跟老师学嘛 他一定用五线谱啊 所以如果歌手会弹钢琴 大概五线谱没问题啊 有些只能弹吉他 吉他用简谱弹就可以 screen 一般是荧幕啊 电脑荧幕 I nearly set a screen on the door of the kitchen to prevent flies Mosquitoes flying 我在这个 在这个厨房装了一个荧幕 可以阻止 阻止蚊子啊 蚊子啊 苍蝇啊 飞进来 你装荧幕 它照样飞啊 砂窗 砂门 所以荧幕除了砂窗上面 当它也可以当屏风 木头屏风 或者 或者其他做的 做的屏风 我们一直只讲一个啊 反差比较大 你看荧幕 砂窗同一个是screen 它一个可以当动词啊 动什么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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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上的筛选 或者一般的筛选啊 筛选 行进人员要筛选一个 一两个比较好的 进来 season就季节啊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字很简单 food can be more delicious by season in various spicy stuff 就是食物可以变得更美味 delicious by is 借由 借由这个季节 季节是名词啊 你看又变动词 这怪了 变得四季吗 季节性吗 用这个各种不同的香料 这spicy也不能讲香料了 就是比较提味的啊 我们讲辛香料可以了 辛香料 就是有的 有的辣 所以spicy fruit不是辣 有的不是辣 有的只是 就是辛香味道比较刺激啊 或者香料 它综合性的 我们就叫香料好了 我们就叫香料啊 或者调味料 藉由四季什么调味料 又看不懂 调味 所以season名词是季节啊 这边是动词 动词可以调味 哇 意思差很多 angle是角度啊 这个也不难嘛 bob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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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还有别的意思啊 boblite 一般小虫子啊 the Russian secret agent installed bugs in the CIA 中央情报局资产 这个苏尔啊 苏尔的这个秘密情报员啊 特工啊 installed是装置了一个小虫子啊 在这个CIA 这个bob装了很多小虫子啊 在一个CIA中央情报局的 Ather Ather 我们一般讲资产啊 那现在 在情报片里面 不讲资产 就是 限明 限人 限明 Ather 等于是限明 是我们情报 中央情报局资产嘛 就是要给他钱嘛 你没钱的话 或者没给什么好处的话 他干嘛当 他的资产 我们叫限明 你说在限明的家里面 装很多小虫 神经病小虫怎么样 窃听器 bugs 窃听器也可以当动词 动词装窃听器 名字窃听器 不是小虫 Drum一般是鼓啊 敲锣打鼓啊 My jam is almost empty We better find a gas station immediately 这我的鼓啊 已经空掉了 我们就要去找一个加油站 马上去找 你说鼓 鼓这个是两边是装皮啊 怎么空掉 里面是空掉啊 那鼓里面空掉正常 就算鼓空掉 跟找加油站什么关系 油箱 Drum 除了是鼓以外 也可以是油箱 像另外一个是drumstick 后面叫stick 一般是 你看它有两个意思 drumstick 一般就是鸡腿 也可以是那个 鼓锤 鼓棒 你看这个 drumstick 也是有两个意思 iron一般是铁嘛 不要念 iron 它念iron 不是iron 像那个钢铁人 iron man 不是iron man 看起来是iron 但实际上它发音是iron 就像咖喱 不是念curry 是念curry curry don't forget to press the clothes with streaming iron 不要忘记了 press press 本来是压 也可以到名字 新闻节 这边就是把衣服烫平 press 压 就烫 不能讲把衣服压平 就烫平 烫平 用这个蒸汽的 蒸汽的铁 蒸汽的铁 一般的铁怎么会装蒸汽 运动 iron除了是铁以外 也是运动 male一般是邮件 nights and medieval age were usually male protection 中世纪的nights 骑士 这不是年纪 就是中世纪 骑士 word 就是它的过去式 现在是we 通常穿 穿邮件 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怎么邮件 邮件信封 这些怎么穿 盔甲 盔甲 你看这个意思差很多 lock 一般是锁 the new Mercedes-Benz acquired surprisingly good luck 这个新的 Mercady-Benz 就是冰屎 又翻成棚池 一般外国人 是叫Mercady-Benz 或者我们直接叫Benz 而快就是取得 就它有 有一个 让人很惊讶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锁 这个 冰式车有很好的锁 那很好的锁 是什么锁 是搞不懂 回转度 一般汽车 当然现在动力方向盘 这个很轻松 一只手就没问题 几根指头也可以 可是回转度 因为回转度 它大一点比较好 那有的汽车比较简单 达了几十度 就停住了 停住了 你要再回去再打 那好车子 回转度就很大 就一次可以转很大的方向 你看这个锁 跟回转度不一样 甚至它还有别的意思 在摔角上 那个情报 就是扣住 lock 把你锁住 用手 把你的脖子 把你什么地方 把你 用那个锁住 用夺米剪刀脚 用脚把你卡住 把你锁住也是 box一般是盒子 可是它也可以当动词 装盒子 The teacher said Do you have boxers if you didn't pass the exam 老实说呢 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考试 考试不及格的话 他要盒子我们 把我们装箱 装箱寄到海外去吗 不是 打耳光 box除了是盒子以外 是打耳光的意思 cave一般是洞穴 During the previous recession era My uncle's company cave and completely 在这个先前的一个 recession就是不景气 不景气的时代里面 时期里面 我输出的公词 completely 是非常的全然的 洞穴 cave是名词吗 在洞穴 变洞穴吗 变成在洞穴里吗 这个有解释不同 失败 cave 完全失败 彻底垮掉了 你看 洞穴名词吗 也可以当洞穴 失败 挂掉了 lader是梯子嘛 there is an apparent letter of my sister sug stocking 那边有很明显的梯子 在我这个姐妹的丝话 sug stocking 丝话 丝话上面很明显有个梯子 那梯子怎么可以摆到丝话上面 不可能嘛 梯子那么重 lader就抽丝啊 就是我姐妹啊 丝话抽丝了 抽丝就是破掉了 破掉了 丝话破掉了 丝话这个很细的东西嘛 有时候指甲会抠到啊 或者是被这个钉子啊 被什么 抽丝了 ear是耳朵啊 这个字也很简单 ear 可是它还有别的意思啊 It is delightful to see there is golden ears the weed sweeping on the grassland 就是这个赏心愿目啊 delightful 去看到一些金黄色的耳朵啊 就是小麦 小麦的耳朵呢 sweeping啊 就是这个摇曳啊 在这个草地上摇曳 很漂亮 金黄色的小麦的耳朵 小麦有耳朵吗 叶子啊 玉米啊 麦啊 它的叶子啊 玉米有叶子啊 它的叶子 看到草原上有些金黄的麦穗啊 摇曳令人心情舒畅 你看 耳朵跟叶子 意思差多少 color一般是颜色 Kitty of Intel Kellisterish Handforce Zelden French Blapper Kitty他常常说 说了一些很有颜色的故事 所以呢 大家越来越不相信他 说了一些有颜色 这个女孩子 Kitty是女孩子的名字啊 应该难的说有颜色的故事啊 有颜色我们通常说 黄色消化 黄色故事 黄色消化 不是 不是黄色消化 也不是有颜色 就渲染 渲染 就是夸张啊 凯丽说的故事都很夸张啊 很夸张啊 这个 这个真实度啊 原汁原味就20%啊 其他80%都是夸张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 所以那个 现在很多TTAG里面 很多视频都很夸张 很夸张 这个 在里面 这演的也不错 可是实际上不会发生 很夸张 过头了 Krass一般是越过啊 Mew is a cross between a horse and a donkey 骡子是Mew 它是一个 它是这个马 跟驴的一个 越过去 又看不懂了 这怎么 有时候我们英文意识 多余观念很弱啊 我就看不懂 杂交 骡子是驴跟马的混种 可是骡子就没有再生育能力了 这个驴跟马 但是好像是公 好像是母马跟公驴吧 公驴就忘记了 反正就是 就是一定要 驴的是公的或母的跟马 两个这样子才能生 混种 本来是越过 也可以当杂交混种 这样就是 也可以当戒系词 也可以当副词嘛 戒系词或副词 反正往下的 The goose down's quills in our shop were sold out today 这是鹅的 鹅的向下的棉被 鹅向下的棉被 在我们这个店里面 卖完了 今天卖完了 看不懂啊 绒毛 本店的鹅绒 鹅绒被 鹅绒的棉被 已经卖完了 quills是棉被 这个鹅嘛 或者鸭绒 鹅绒 鸡绒比较少 鹅绒 就是鸭绒 鸭绒很贵啊 鹅绒也很贵啊 这都很贵 因为它比较保暖 但是要很多鹅啊 很多鸭才能做成 是名词 这不是形容名词 绒毛 绒毛 所以这个鸭绒 羽绒 羽绒被 羽绒衣 这些还有这个 比较是 不是皮的沙发 布沙发 上面会起一些 毛球 绒毛 都是 都是电 GAME一般游戏嘛 这个字很简单 My son handed many big games in African jungle 这我儿子呢 去打猎啊 猎到了许多大的游戏啊 在非洲的 Jungle 丛林里面啊 打到很多 大型的游戏 这这这这 它里面又没有游戏机啊 又没有游戏啊 那是 这个非洲 荒郊野外的地方 大型猎物 一般不是 不是说兔子啊 老鼠啊 鸡啊 这个小 这些大型猎物 犀牛啊 河马 老虎啊 豹子啊 狮子啊 这些大型猎物 叫Ging Miner 一般是次要的 或者未成年 大概这些意思 Teresa Tien 是最新年 那是次要的 是次要的 Teresa Tien 是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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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Teresa 很可惜啊 这个 死了 42岁就死了 就是他那个 就是有那个气喘 结果很奇怪 这么有名的人 跟他法国男朋友 就 就气喘 他有个呼吸器 就没有了 里面要填药 没有了 就买 买回来 还没买回来 死掉 是奇怪 你不会有一个 这词音很奇怪 搞不懂 他是 专业专业 以什么文明呢 他Distinct 就是与众不同的 还有Miner 就是很圆滑 圆柔的 滑润的 就叫费于琴 也是声音 很好听 很鞋合 很圆润 专业专业专业 也是Miner 以这个 很圆滑的 次要的 这是名词啊 以很圆柔的 未成年 不对 小调 大调是Major Major 更是一次多艺啊 什么少校啊 主要的啊 一大堆啊 Miner 小调 Major是大调 你看 这个意思很特殊 Picning 一般野餐嘛 除外野餐 去卖 Diligent wife 这个是可以念 Diligent 也可以念Diligent 我勤奋的太太 Claining house everyday is nothing but a picnic 就是我这个 很勤奋的 很勤快的老婆啊 她每天整理家里啊 是 Nothing Nothing but 就是 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个 野餐 我太太整理家里 怎么变成 野餐 轻松的工作 野餐很轻松嘛 那就变成轻松的工作 可是野餐跟轻松工作 意思不一样 我老婆很勤快 整理家务 对她来是 小事一桩 很轻松的工作 但男的要整理家 就很难啊 所以这个男女有别啊 女孩子天生啊 就照顾婴儿啊 上个饭啊 整理家里 轻松自在 男的就不行了 当然有些女的 不会赚钱啊 就觉得老公好厉害啊 去开会啊 去上班啊 就赚钱养家 所以男女有别啊 当然现在不一定 有的 有的男的 我喜欢 我喜欢 做家事 这个 有的女的 我喜欢出去赚钱 也可以 所以在外国这种 比较可以接受 在中国社会来 被骂死 一个男的居然 一个大男的在家里 他老婆出去赚钱 笑话嘛 这个吃晚饭 所以观念不一样 Return一般是返回啊 It is convenient Define your return online Naradays Naradays就最近啊 就是最近啊 这个 这是很轻松的 Find本来是名词啊 档案 这个提出档案 送出档案 Online是线上 线上送出你的 返回来 回家 Return回家 回来 又看不懂了 申报书 主要是报税 申报书 Return Return 一般动词吗 返回啊 回去啊 怎么变名词啊 怎么变申报书啊 申报书 进来网络报税 非常方便 Air is空气啊 He loves to air his views 空气是名词啊 怎么变动词啊 他喜欢发表 没什么意义的 想法 所以Air就是 动词就讲 讲废话 好像讲 跟空气一样 讲的话跟空气一样 一般的意思就是 老生常谈啊 就是他喜欢 发表他的意见 但是意见呢 你说 发表 这意见很好 那怎么会变 没有什么意义 那通常Air 动词就表示 他常常重复 上次才讲过他的意见 这次又讲 逢人就讲 拜托 老张啊 你妈讲了八遍了 讲了七遍了 怎么都差不多 老生常谈啊 妈就讲废话 妈听了 我讲过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上次跟你讲 拜托 那个人你也讲了三遍 然后我也讲四遍 讲一讲去差不多 所以有些人讲话 差不多就是那些东西 都是那些废话 他自己 他也不知道 或者他就是这个习惯 menteness 我们一般说 动词是maintain 名字是menteness 一般就是保养 维持 After divorce Peter paid the huge amount of money and maintenance 就是一般保养 就是在离婚之后 彼得付了一大笔钱 一大笔就上 不要看在SRN看在太阳 也不要看在SRN看在儿子 上就是一大笔 一笔 在这个保养维持上面 是不是他修车 可是不对 他这边是离婚啊 离婚 那要保养啊 是给太太保养费吗 这也不是 散养费 menteness 除了是保养汽车 一个人要保养什么东西 保养电器品 保养汽车 保养房子以外 也是散养费 sentence 一般就是句子嘛 英文的句子嘛 英文的句子 George was under sentence of 10 years in prison 乔治呢 他被一个 他被 under sentence 就是 英文句子 要十年的 官十年 under sentence 写一个句子嘛 怎么会官十年 这么严重 是不是文字玉啊 骂总统啊 骂谁啊 不是 判决 被判处 叫under sentence 判决 判决十年有期徒刑 所以有期呢 就是有一个时间嘛 无期就是 关到死为止嘛 除非有 有大色特色 或者 或者是 这个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 在里面服役期间良好 等等 double就两倍的 形容词 My sister used to be a double If I hardly was actress 这double有名词 两倍的形容词 我姐妹啊 曾经 是一个 double 是一个两倍的 这词性又不对啊 是两倍的 是一个好莱坞女心的两倍 看不懂 double 替身 替身 不是两倍的 是替身 hold一般是洞嘛 这个很简单嘛 The prisoner was locked at the house in the prison 这个 这可怜的犯人啊 被lock 被关起来 被关在一个监狱里 有个洞当中 监狱就是一间一间的嘛 房间可能小一点 或者是双人房 两人房 双人房 这样像三人四人就很少 要不然就是单人房 一般就两个人嘛 两个人 上下铺 那怎么会被关在洞里 不是 它是指狭小阴暗的房间 这可怜囚犯被关在狭小的牢房中 所以看 房间 狭小阴暗 跟动 又不一样 Hit就打嘛 动词 打击 That popular singer's new album was quite a hit 这个 这个 红歌星啊 这个 红歌手啊 他的新的专辑 Album 也可以是照相部啊 也可以是唱片部啊 就是专辑啊 唱片啊 就是 打击啊 可是Hit 这是动词啊 打击 可是没有名词啊 打击啊 啊 这个 这个专辑 什么又打击 打击 打击魔鬼啊 打击谁 成功 名词 打击成功 就是 大的成功 就Hit 所以本来是动词打击 这边变名词 大成功 好 所以我们一起讲三十个 一字多余的字 我们在第二部分讲六十个字 所以呢 这个 再麻烦大家一下 就你觉得我频道不错 我有十五个 十五个频道 一大堆 一大堆 这个YouTube上面都有 列出来啊 这边是 英文 密集 也有英文 也有这个 常识 常识报点 还有一大堆的英文什么 一次多页啊 正确发言的 麻烦你十五个 如果你还没有按的话 十五个全部都按订阅 这样才够一次嘛 对不对 看我的频道 不管你觉得 觉得有用 当然你按这个十五个 都按订阅合理嘛 就算 你有看一些嘛 反正花几分钟嘛 麻烦都按订阅一下 我们的第二部分讲这里 都按订阅一下 我们的第一部分 谢谢大家